剛剛看這題喔 這裡是某年級國文英文歷史三顆成績分配的資番圖 好不好 那來推論一下下第一個選項 他說歷史的平均成績比國文的平均成績低對不對 你看一下這國文這是歷史 國文絕大多數集中在這邊 歷史絕大多數集中在這邊 所以說注意聽歷史比國文低對不對 對 所以第一個選項歷史的平均數比國文低對不對 對 第二個選項你看一下 歷史的平均分數最低對不對 你觀察一下國文平均大概在這邊 英文呢 不錯英文從低到高都有 但是絕大多數大概在這邊左右 對吧 所以平均下有高有低嘛 把高的貼過來之後大概平均分數大概在這邊左右 對吧 那歷史明顯的平均分數大概在這邊左右 所以國文在這邊 英文在這邊左右 歷史在這邊 歷史在這邊 所以說歷史的平均分數最低對不對 對 來7 你看一下 他說英文的標準差比國文標準差最小 什麼叫標準差 標準差在算差距 你看一下哪一顆標準差最大 哪一顆 英文吧 這差距最大嘛 國文大概差距就這樣子嘛 歷史的差距也是這樣子嘛 但英文差距從高到低都有嘛 所以英文差距最大 所以C選下他說什麼 英文標準差比國文標準差小 對嗎 錯錯錯錯 英文差距是最大的 所以他標準差會最大 所以豬選下說英文的標準差最大對不對 對 所以說這題正確答案選起 選 A B 豬 這樣可不可以 K號把這邊看一下 跟著 說 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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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